大家好,今天是7月16日,星期二 亦有個嚴正星齡 因為每周一我們會說北水或資金流向 而周二會說有什麼新的發展、騙徒的東西 這些騙子繼續有這些東西推出 還有一些新東西,就像這些 總之我個人並沒有Telegram、WhatsApp、Facebook 如果你收到有些東西是來自我這方面 請你直接打這個防騙二線18222 我看看今天市方面都是下跌 所以升的板塊不多 我們看看升的板塊有多少 有半導體、黃金、 薄學製品、石油和公用事業等等 這些石油和天然氣、公用事業 或者黃金,這些都幾段時間基本上是有上升的 而半導體有時是有時時好、時差 沒有所謂 這個也是受益於很多 所謂的和中美之間的爭拗而影響的東西 起起跌跌 我們看看 半導體方面 半導體方面的時之中 除了這幾個 都是很真確上升的東西 特別是 這個是 SMPT 這個值得大家 比較長遠的去跟蹤它 或者是 做一個比較長時期的持有 然後我們看看下一段是貴金屬 貴金屬方面都是這樣的東西 金屬方面有時就是 有些人想買下 有些人不買下 中國連續兩個月沒有買到黃金 不過印度 今年直至目前為止 買黃金的量是多於中國的 所以你別以為 中國不買黃金 黃金價就會差了 印度補償嗎 接著就會有 化學製品 反映經濟 特別是製造業方面 天氣 最不好的就是 增長都是很細矮的東西 沒法子 接著是公共事業 也是很細矮的東西 真的不太好 好 首先我現在要看看個別的 是這裡的 很多板塊都綠色 平安 騰訊 盈富基金 建設銀行 等等 都有看到下跌 沒法子 在這裏也是 一聲就跌穿出 保力通道的 是中軸 這是不好的 好像升上升 一聲就跌穿出保力通道的 應該要探望保力通道底 現在探望保力通道底時之中 保力通道的底時之中 會產生什麼呢 我們就要看看這裏 這裏是第177 然後這裏是172 附近 172附近 不要跌穿 因為這裏是之前的頂位 頂位升上後 應該是作為一個支持 如果在這裏都跌穿了 就不要養了 那會跌多少 這裏又會 這裏又會 那當然先不要嚇人 不過 跌穿了之後 那些人不斷看 不過比較傾向 稍微之後 有機會向上 好了 我們看看 這個 接下來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考慮 第一 就是新冬黃金 就是新冬黃金 谢谢大家